婴儿推车租用公司PrimeShed的创办人认为 共享服务的接受度还是看产品而定 本地人一般还是担心卫生的问题 不是很愿意使用别人用过的物品 他们的用户还是以外国人居多 国人还不能接受共享经济 尤其是婴儿方面的产品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专注于国外的渔客 因为他们在国外其实已经有共享经济婴儿产品 他们甚至会给我们一些意见 怎么改善我们的服务 所以清理那方面我们非常认真 所以我们还设立了另外一间小公司叫PrimeWash 来让我们专注于怎么好好的清理婴儿推车